哈喽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纽约曼哈顿67街的伊达道附近 每逢周六上午这个地方有个集市会卖水果和农产品 那我们现在去瞅瞅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集市这里 我们看到两边摆了很多的蔬菜还有水果 在这里购买物品的人们也不少 这边摆的有西兰花啦 芹菜 白菜等等 我看西兰花是三块钱一磅 然后还有红萝卜 还有一些其他的蔬菜 这边摆的有蓝莓 草莓 还有桃子等等水果 我观察了一下 这个集市上卖的产品 它的价格和附近的超市基本上相同 反正不比附近的超市价格更贵吧 可能略微便宜一点点 有的说他们是从他们就是附近的农民 直接把自己的农场里面的蔬菜运过来卖 但我感觉我感觉这个也不太别也不太像 如果是的话至少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农场 因为它的品种呢你看也比较多有各种各样的蔬菜 而且它这一个是属于一家 也就是摆了这么多蔬菜 它不是一个蔬菜一个摊 一个蔬菜一个摊 这所有的 现在我拍到的这些蔬菜啦水果啦 包括这些这边卖的桃子啦杏啦等等 它是到前面的一个地方结账 都是到一个地方 这边卖的有玉米 我看到玉米是写的是四块 四个三三块钱 还有香蕉 还有等等 还有一些甜瓜 这边卖的有西瓜等等 还有牛油果等等 这个操场以前它是在这个操场里卖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现在挪到外面来卖了 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来到这个结账的这个地方 大家都是在这一个地方结账 也就是说 前面这个应该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地方我看是卖蜂蜜的 然后应该这应该是一个 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个体户吧 因为它是单独分开的 就是说你买蜂蜜就在这买 然后就在他那结账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卖面包的 这个我感觉应该可能也算一个个体户 因为他有做各种各样的面包 前面这一个是卖 我感觉像卖咸菜的吧 我看的里面都是酸黄瓜等等 应该是咸菜 这个地方你看有各式各样的面包 很大的面包 就是卖面包的这个 这有三这有三家 然后前面那一个卖蔬菜水果的 我觉得应该应该 七一家 因为他虽然摆了这么多 因为他就在一个这个一个地方结账 我们看到在这购买物品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然后排队排的还是比较长的 你看非常多的人在这边购买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